泡啊聲 吹到咱不去走 一聲咖 穿緊張不輕行 南蛇肉 曬咪咪的感謝 走土泡啊一聲有一聲 謝謝 謝謝 趕快來找我 哈囉安安大明星的觀眾們大家好我是柳化蜜亞 我最近的話有在POW 阿香演出 壞人的手下 韻如的手下 我個性雖然是像男生 就是在對人的方面是很外放的 就是比較悶燒 然後一開始不熟的時候會有點距離感 就是可能如果在路上看到我覺得我臉很臭 不要害怕可以過來跟我打招呼 我就會笑笑的回應你 我人真的很好 就是我的眼神可以很銳利可以殺人 但也可以很和哀可親 也可以很無辜 然後第三個應該就是我覺得我的個性吧 就是我比較不是那種小女生的個性 就是比較真的是比較大啦啦一點 那今天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才藝想要展現給大家 我想要唱歌我想唱一首歌給大家聽 那我今天要對大家帶來一首綠色 若不是你突然衝進我生活 我怎會把死守的寂寞放任了 愛我的話你都說 愛我的事你不做 我卻把甜言蜜語當做你愛我的軀殼 你的悲傷難過我不殘破 我也會把曾經的血過當施設 不去计较你太多 從此你在我心裡只剩綠色 謝謝 哇好好拍 旅程希望你以後會不會出場面有一個歌唱作品 我也希望可以出個單曲EP之類的 如果有人想要合唱可以找我 我這次對戲的是佩迪姐 然後中間有一部就是 我有一個片段 就是她拿得到 然後要嚇我 你死定會讓你輸掉吧 GO 誰讓我派你來 不說是 那你會讓我派你來 去看看你做什麼的豆瓣 啊啊啊啊 你不要擋住 我告我告 我是真的被她嚇到 我沒有演 就是那個驚嚇是真的被她嚇到 你知道她演那個壞人實在是 那個眼神實在太殺太兇了 還有那個氣勢 我真的是直接被她嚇到 完全沒有演 認真嚇到 是下一個真的是 有很多人播出說 哇你那個嚇到好逼真喔 是真的嚇到 她拿刀要殺我 我是真的認真很害怕 我現在覺得最壞最壞的 就是那個你小心 你真的要小心 那個真的是壞到 就是我身邊的朋友 就是會就是想 欸你最近去拍拋花箱 那個人怎麼樣啊 他真的很討厭欸 我去買手搖飲料店 那個手搖飲料的時候 然後店員就說 欸這個是你嗎 然後我就說 欸對對是 我跟你說 所以我上次遇到那個誰誰誰 我真的有差點騎車撞她 我說拜託 觀眾們真的要理智 冷靜一點 這都是戲劇啊 大家人都很好 真的要理智 真的 在此呼籲網友放下 屠刀綠地成活 其實我覺得 每一個演員都還蠻不錯的 哦 哈哈哈哈 對因為就是 好的演員真的是太多了 就是沒有辦法說 我沒有辦法具體說出 誰比較好 但我就是 當然會有一些比較欣賞 比如說他的做人啊 就是會讓人覺得說 欸演到這個程度了 還是很謙虛 我覺得就是 沒有忘本這件事情很難聽 是有看到誰忘本這件事嗎 你不要再害我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當初就是來電視台 就是在三立 然後我來實習 那時候才大事 大事的時候我來實習 實習喔 對來實習 然後我那時候在監製組 台八的監製組 那時候在製作 崗位人生 有一天呢 我就在編劇會議的時候 我坐在後面 然後寫 很認真在寫編劇的 那個 會議上面的筆記 就在那邊寫寫寫寫寫寫 然後呢 那時候編劇姐姐 就有一個角色 就是要找一個年輕的妹妹 然後要配一個大哥 然後談個戀愛之類的 他就突然看到我 他就在想說 要找誰來演 他就這樣看一看 他說 欸 不然就你來演好了 他就說 我就這樣 我就嚇到 我說要我來演 他說 你有沒有什麼作品 或什麼 我說 我不是戲劇系列學生 他說 那你坐在這邊幹嘛 我說 我說我是新聞系列 我是來實習的 就因為這樣 主持 我有去上過愛玩課 然後我蠻喜歡那種在戶外 就是 挑戰啊 我覺得沒有腳本的那一種 蠻好的 想要想要沒有腳本 對 就是 真的是帶著觀眾 一起到戶外去冒險 就我也不 這個是完全沒有say過 然後我也不知道 這個地方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是去到了當地 然後我自己去探索 自己去走 自己去試 try過 然後再跟著 讓大家跟著我一起 那種感覺 我覺得那個非常 非常 哈囉 粉絲們大家好 謝謝你們喜歡我 然後歡迎大家可以去搜尋我的 Facebook的粉專 跟柳化 Mia L 大家可以在上面 我會在上面發一些我自己 個人 平常的生活啊 工作啊 各種照片 那也會不時的開直播 和大家互動 歡迎大家去追蹤我 Follow我 Follow我 說不痛苦那是假的 等一下 我怎麼忘記了 你的悲傷難過 我不殘破 我也會把曾經的寂寞 當時是 等一下 我 我詞亂了 那個 上 你的悲傷難過 我不殘破 我也會把曾經的結果 當時是 突然你害怕 啊 啊 啊 十分鐘後 對不起 沒關係 對不起啊 沒關係 沒關係 這好像剪刀剪刀剪刀 可以在這邊藏給我嗎